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如果说你不够足够的强大,那也就意味着你没有多少话语权,也只有被欺负的份,强权外交显然需要你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支撑,最典型的就是美国, 现在世界的格局是一超多强的局面,真正意义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和美国抗衡,当初的美苏争霸还能够互相牵制,但是今天的俄罗斯显然难比当年的苏联,这几十年似乎世界整体上还是和平的。 但是为数不多的战争,很多都是美国发起的,仗着自己强大,时不时拉两艘航母出去溜溜,看哪个国家不顺眼就打一下,这种霸权主义是非常可耻的,今天的叙利亚被美英法明目张胆的入侵,谁又能怎么样,指望着叙利亚做出强有力的反击,显然也不现实,但是叙利亚顽强的抵抗,其实也是非常的无奈, 但是105枚巡航导弹轰炸叙利亚,炸出了多少效果呢?在105枚巡航导弹中,至少有66枚战斧导弹,就这么一点功夫,十多一枚了,却还炸出了满满的尴尬。 俄罗斯指出美国的103枚巡航导弹被拦截了71枚,这么高的数字,显然是让人尴尬的,与美国给出的100%的数据相比,显然俄罗斯的更可靠一些,而且有两枚巡航导弹煤炸,已经转交给了俄罗斯, 这就有点尴尬了,103枚与105枚的数据正好相差两枚,莫非就是煤炸的两枚,所以侧面也能够看出俄罗斯军事实力的强大,数字相当的精确, 只要把导弹的编码发出来,显然就可以打脸美国了,本以为能够靠狂轰烂炸来让叙利亚屈服,但是为何会炸出满满的尴尬,压根就没有收到想要的效果,而且叙利亚抵抗的决心也更强了,而且美英法三国显然也有间隙,每个国家也有自己的小算盘, 其实即便北约国家真的和俄罗斯打起来,还真不一定打得过俄罗斯,毕竟俄罗斯只有一条心,北约国家那么多,显然都有自己的算盘,凝聚力也不够,真的打起来还真有可能打不过, 美国动武之后,俄罗斯驻美大使阿纳托利·安东诺夫指出,我们已经警告过,这样的行动不会没有后果,那么被俄罗斯警告的严重后果到底是什么呢? 我们看到俄罗斯最近运抵叙利亚的物资,竟然放弃了烟雾弹,至于是什么装备我们很难得知,但是很有可能就是所说的这个严重的后果, 对于俄罗斯来说,很有可能向叙利亚提供S300防空系统,这款防空系统达到的射程为400公里,不管是导弹还是飞机,拦截成功率非常高, 相对于叙利亚现在的70年代的防空系统要强得多,所以即便美国的航母编队来了也于事无补,一旦叙利亚有了S300防空系统,那么这个拦截成功率显然会大大增加,到时美国脸色只会更加铁青,你说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